5月16日,南加州华人新桥实际编委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南加州华人新桥图片展将于6月15日在北京中国桥连博物馆举办 各桥团代表以及有关研究华侨历史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发布会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我们去北京的两个任务 一个是在华侨博物馆进行图片展 第二个呢是参加我们这个总商会第一次组团 参加也是国内首次举办的正对华人华商的这样一个平台 一个贸易博览会 我们现在有差不多大概有20个人作为一个代表团嘛 有十几个企业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这个活动能够加紧中美两国这个竞技科技各方面的文化和交流 为侨胞创造这个各种机会 为祖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 这些图片是在编写南加州华人新桥史记过程中 收集和整理的一批过去几十年的南加州华人新桥艰苦创业 奋斗拼搏 私乡爱国的照片资料 这些照片反映了华供在各自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 为社区建设和促进美中友好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我们前期的这个工作当中收集了大量的南加州华人华侨在这生活在这拼搏的很多照片 非常感人 我们想呢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汇报呢 把这一次图片展呈呈现给大家 目前呢我们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但是今天召开这个新闻记者会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能够收集更多的资料 更能全面的完整的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的来反映我们南加州华人华侨 特别是新桥在南加州的生活工作 会上同时发布了美国华人总商会 将组团参加2015天津世界华商民品博览会 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几百家企业报名 美国的报名也在进行中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